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除了在记者会上走秀之外 洪佳慧也在现场抽签 让抽中的型男发挥现场反应 展现内涵 重型男的表现也让人看得非常开心 回来 回来 别想那么多先 听我讲先 OK 你要镇定 好 谢谢 虽然你脾气坏很会花钱 真的要花我钱 其实我对我的电视蛋糕又不要还钱 可是我认你这么多年了 我还是很爱你的 嗯 可是 到了今天 你要把麦包店送给我啊 没办法 今天啊 我自己本身要有一件事情要跟你讲 你真的要心里准备 你讲这么久啊 玩这么久的话 要这样啦 我想跟你分手 你曾经是一个创新链的人 不过 不过没关系 那是什么时候的事 那个是强步罗姨 三年轻的事 你骗我 你不要叫紧动 你不要叫紧动 我怎么不记得 我只是 我以为我的竞争者只有女人 原来男人也是我的竞争者 没有没有 我只是跟他牵过手罢了 那我们接下来 你觉得我应该留谁 让他成为我们的冠军呢 Jon有的优点是非常多 那就是他的样子 还有他的性格 可是我觉得做一个魅力行男 不只是可以 不只是要靠那个样子 那就是 你是说Jon只有样子 没有其他的 虽然Jester说我没有挑战性 但是我想告诉华庭 我有什么比他好的 就是除了样貌之外 我的身高也比他高 魅力行男从7月17号开始 每逢新节月傍晚6点 约NTV7播出 总决赛将在10月9号全程实况转播 让全国观众 见证本地电视史上 第一位魅力行男的诞生 想要看我们马来西亚的魅力男性 是如何表现他们自己的吗 请锁定呢 我们魅力行男 在NTV7 每逢新期天 傍晚6点钟 海手影娱乐追赖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我们下期再见